观光局元旦开始推出全台适用的扩大国律暖冬油补助方案 一月底前周日到周四申请入住合格的旅馆 每人每房最高可以补贴1500元 但是新方案并没有交通费补贴 航空夜市自行加码 远东航空就宣布月底前两人以上同行可以享有六者的优惠 以台北非澎湖来回机票为例 两个人的话机票是6500多元 但是申请的话可以享有六折优惠 折扣后是4052块可以省下2500多元 如果再搭配观光局的暖冬油补助 预估飞一趟澎湖可以省下3500块的预算 华线航空也和蔡新旅游合作 推出机票加星级饭店住宿 3月28号之前无论是前往台东澎湖或者是金门 两个人同行最低可以不到4000块 而在去年就先推出的五线市国旅补助 建筑就超过了40万件 这一次扩大办理到全台势必又会引发民众来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